我们穆先不继续往下生,先把他相对的这一面说完。 甲徐一汉生了人无鬼位,甲臣乙嗣就生了人子归虫。 甲臣乙嗣说了佛灯火,就象征着天上,也可以说他是太公甲臣,乙嗣就太公飞船了。 一个虚一个实,如果是甲臣是太公甲,那么乙嗣就是操作台,这个侠于广义的相对论。 然后他生了这个人子归虫,叫桑托墓,也叫桑树墓,这个民间还有叫桑枝墓,指的是什么呢? 就是农桑,一跟十啊,佛灯火上天祈求,那么讲点什么呢? 人最起码保证一事无忧啊,这是最起码的。 然后,这个人子呢,相对来说就是这个桑,桑树,这个就是桑叶啊,什么桑圣啊,果实。 这个如果是代表一个草木之物,芦苇丛,那这个就是柴草,是吧? 都可以去理解想象,对得上,不乱想就是了。 然后呢,又生了更深,心有,十六木。 就是有了普通的主食,是吧?我们再吃点水果。 这个十六木呢,也是非常容易成活的。 在深跟油这个位置啊,这代表熟透了,是吧? 这个深就熟了,这个油呢,就挂手递落了。 这个十六木,也是很顽强的。就是家里面随便就能活,好活。 基本上就是园里边,家里边都能种啊,平方。 现在我们城市里什么都看不到,什么都不懂了。 然后,再生,乌臣祭祀,这个大林木,就像露林好汉一般,是吧? 这是,也是这种人的特性,性格,尤其是个乌臣羊的。 就是,再怎么权贵,只要你做的不对,我出入,也不畏权贵,不像你低头。 这个,就像原始森林,树林。 那么这个,几次呢,几次就是具体的树了。 或者叫树丛,都是相对的,就可以了。 那么一看,从家里面上到外面。 那再看这个,相对的这个呢,人无鬼位,跟人自鬼仇。 一个是树,一个是这个草本植物,是吧? 相对的,一个在家里,一个在外头。 那么这个耕生信用,也是在家里这个耕耘信帽在外面。 松树嘛,一般家里面不种这个,它比较大的东西。 也一样。那么这个呢,无需几害呢,它就成了木材了。 基本上,平地木。 这个耕耕耘信帽,跟这个相比呢。 这就是,可以说从这儿采取而来的。 也可以说从上一个采取而来的。 上一个生,生就生到,为自己所用的,无需几害。 在外面。那么这个生,生在家里面就生到外头。 这都是相对的 我们看这个字丑就是 人子归丑 然后更淫心谋 无尘即死 任无鬼位 更善心有 这个物 虚于即害 这个实际上 你要硬去套这个关系 按这个顺与生 勉强也能套 但是比较牵强 他毕竟隔八生子 这样再这么套 他也是合理的